少女時代終於正式回歸 銷量突破自身記錄 MV釋出後也迅速破千萬點閱 不光是粉絲 只要是追過二代團的人 都陷入了青春回憶沙 不過非常可惜 原本在本週要進行音樂節目宣傳 然而芒內徐璇染疫不得不取消 所幸下週還會有舞台 才讓粉絲不至於太難過 而她們上羅皮D的出差15頁下集也更新啦 綜藝感超強的少女們 遇上羅皮D完全是銷料不斷 在下集中羅皮D帶來經典的人物問答 端出一排獎品 不過其中之項雖然珍貴 但少女們看起來很問號啊 這是不是青年時代的紙片嗎 1集嗎 1集 紙片的紙片 我們是用蛋糕 超棒的 真的嗎 多少 50萬元 真的嗎 你應該要先賠償吧 我應該要找到家裡 對 超棒的 超棒的 收藏價值滿滿 粉絲應該都很想要吧